宜蘭有民眾說兩個月前有一對白頭翁 把槽築在了屋主門口的樹梢上 屋主家就變成了三隻雛鳥學飛的練習場 鳥爸媽一看到陌生人靠近 就會立刻發動攻擊 所以一家人要進家門 還得要先左部右盼 讓他們哭笑不得 東看看西橋橋最高品質近敲敲 水店維修行老闆回隔壁自家 哪個東西還戴上安全帽 捏手捏腳因為 就怕一個不小心驚動這對白頭翁夫妻 被灼頭攻擊已經不是第一天 回一個家還像小偷被紅出自家門 讓這一家人哭笑不得 仔細看天花板上好幾隻鳥寶寶探頭探腦 原來不久前一對白頭翁夫妻不請自來 在自家門口的樹梢上竹槽 夫妻倆流敷出三隻愛的結晶 屋主住家也成了除鳥學飛的練習場 而鳥爸爸鳥媽媽平時就站在一旁的電線桿上 保持警戒一旦發現威脅 立刻發動攻擊 絲毫不留情面 竹槽忽悠的一個過程 那民眾如果會被灼頭還是什麼樣 那我們建議就是戴著白色淺色的帽子 那乘雨傘 那情況應該會逐漸來好轉 它的故事不清楚 有老爸老父的證明 鳥爸媽護子心切 同為父親的屋主很能理解 畢竟天下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平安長大 記得宜蘭綜合報導